他是唯一一个能在NBA上演美国型的中国球员 姚明在NBA的人气为何这么高 在近日的蓝网节目站上 姚明出现在现场观战 当姚明出场的时候 现场球迷为他送去了热烈的掌声 现场还为姚明制作了致敬视频 其实姚明能在美国拥有如此高的人气 除了自身实力之外 更多还是靠着自身的个人魅力 当姚明被美国记者问道 为什么中国14亿人 找不出五个打篮球厉害的人时 姚明回复道 美国三亿人也找不到一个打乒乓球好的人 在新秀赛季时 巴克利说 如果姚明拿到19分 我就亲肯尼的屁股 姚明对此也是回复道 那我只能场场拿到18分了 然后姚明马上在接下来的比赛里 拿到20分打脸巴克利 在退役仪式上 姚明重提35秒13分老港 他说 当我邻居询问我比赛结果的时候 我会告诉他 我和麦迪在最后35秒 联手砍下了15分 逆转了比赛 这一句话既都笑了麦迪 也表明了自己的功劳 在名人堂演讲上 姚明还重提艾弗森训练老港 因为当时姚明是第一个上台的嘉宾 所以姚明说 当我知道我需要第一个发言时 我有些惊讶 这应该是属于艾弗森的呀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比他需要更多的训练 这个训练老港 让艾弗森听了也忍俱不禁 刚去美国的时候 火箭球迷就专门为大姚写了一首姚之歌 因为对姚明的尊重 姚明也没有经历过新秀整骨 在第一个赛季 姚明就以全明星首发的身份入选全明星 在全明星采访时 他身旁的记者甚至要比乔丹还要多 退役后 休斯敦市长授予姚明 休斯敦友好大使的称号 同时还宣布2月2号是姚明日 所以除了球技之外 姚明的美式幽默和精湛 又不失风度的口才 才是他融入美国篮球圈的关键